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个钞票 这个钱 money的本质是什么 money的钱的本质 如果不能够很好的理解 就对这个问题 几乎就是非常模糊的 没有办法真正理解 那对钱的理解 我们又要回到70年代 包括二战的结束以后 美元和黄金的关系 二战以后 美国是战胜国 它的GDP占到全球的50% 也是世界工厂 它有全球最多的黄金储备 所以它美元就和黄金挂钩了 挂钩以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 美元的输出 贸易的逆差 包括以法国为代表的 它去兑换 用他们这个货币 要去兑换成黄金 最后兑换多了以后 美国承受不了 所以就布里顿司令体系解体了 解体以后 美元和黄金就脱钩了 脱钩以后 整个全世界的货币 只有一个毛 这个毛不是黄金了 就变成美元了 都是跟美元 是锚定的 这是一个锚定的 第二个 就是你要理解 很多的货币 它其实是一种 背后是一种债务 就是我老说 钱即是债 债即是钱 但这个又好像很难理解 就是钱为什么债 债为什么钱 这个观念要理解 就是银行的这种作用 就是现在金融体系里面 银行的作用 就银行里面 它每一个人的存款 同时也是另外一个主体的负债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理解 银行的负债就是我们的存款 银行的资产就是它的贷款 就是企业的贷款 个人的贷款 所以我们的每一分钱的背后 是需要一份债务做支撑的 它去做背书的 这个债务的背后是什么 是一种生产力 是一种对价 就是说你能把这个债务还上 你要不停的提供劳务 提供商品 提供服务 所以说这个钱的 我们这种手里面 比如说有一百万 这个钱的 这个消费能力得以兑现 背后是需要有生产力 有这种债务偿还能力的 这个兑付的 要有对应的这种商品服务 和劳务的价值 在未来能够确定性的产出 这样我们这个钱 才能真正兑现 兑现它这种消费力 所以说 这就是钱即是债 债即是钱的背后的 根本的原理 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 所谓的印钞 央行宽松 其实本质 它是一个债务 其实是一个债务的派生 这个钱的派生 也就是债务的派生 这是为什么我们老谈 这个债务杠杆率 是吧 债务越来越高 债务占地比比比比 越来越高 债务越来越大 根本原因就是这个钱 现代社会 这个金融体系下 这个钱就是债 债即是钱 钱的这个消费力的满足 需要债务的支撑 需要债务得以偿付 以及背后的商品和服务 能够源源不断地 能够兑现 这个是本质 如果理解了这个以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印钞的能力 跟生产力有很大的关系 这种宽松 其实央行 全球央行这么多年 它在干一个什么事情 它都是在和通缩做对抗 什么叫通缩 通缩就是物价下跌 大家没钱 企业破产 工人失业 这就叫通缩 通缩的极端形态 就叫大萧条 对吧 那央行这么多年在干嘛 为什么搞宽松呢 不外乎就是和经济危机 做对抗 对不对 这是政治家的终极使命 对不对 不能发生大型的危机 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政治 所以说 央行这么多年 干的就是这个事 但是这种被对抗的 这种力量 也是异常强大 货币政策 它是怎么传导的 它的传导 其实非常像一条绳子 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传导 它需要央行那边 在一端去放 放这个绳子 还有就是末端 需要居民企业和政府 这三个主体去拉这个绳子 所以你这个货币政策的 有效传导 如果是光是央行在那放 然后终端的居民企业和政府 它不拉 这样的话 你货币政策传导就无效了 这也就叫流动性陷阱 那走到今天 为什么还 就是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 好像每一次的传导 还是比较有效的 对吧 那我们就要充分的去考察 居民企业政府 这个三个主体的这种 借贷的意愿和能力 所以我下面写意愿和能力 就是他既得想借钱 同时呢 他得还有这种能力去借钱 那这样呢 货币政策就能有效传导 有效传导以后呢 他就可以极大的对抗 这种通缩的压力 就是上面我讲的那种债务压力 人口老龄化压力 包括技术进步 带来的通缩压力 可以有效对抗 对吧 因为我用更多的债务 来还之前的旧的债务 除此之外呢 我还可以新增债务 推动投资 推动消费 推动各种各样的 这个生产活动 所以说这种就是 信贷的这种扩张啊 包括这种央行的宽松政策啊 他需要居民企业和政府给力 一定要给力 这种给力呢 就是意愿和能力 那我们来逐个分析一下 他们这个意愿和能力啊 首先看政府这一段啊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中国 我们分析中国 地方政府的负债务啊 这个负债啊 包括这个央行的这个债务 他意愿很强 他能力也很大 对吧 银行商银行肯定会给他们贷款 或者买他们的债券啊 所以政府这一段没问题 好企业这一段呢 目前来看呢 就国有企业 他的意愿也很强 能力也很大 也没有问题 对吧 但民营企业呢 就会有点变化 那私营企业有点变化 他的意愿呢 可能不怎么强啊 比如说有些企业 不愿意生产再投资 因为觉得已经有点产能过剩了 他不想再扩大 扩大投资啊 或者怎么样啊 或者是他的债务 已经很沉重了 这个银行呢 这个怕这个承担风险 不愿意带给他 我宁可带给的国有企业 哪怕这个国有企业 已经债务非常沉重 但我还是愿意带给他 大家能理解啊 但这个民营企业呢 这个我不愿意带给他 因为带给他 我觉得他可能还不了 还不了到时候 我可能要追责 对吧 所以我可能没有这个意愿啊 然后这个 这个民营企业 他也没这个能力 对吧 就是意愿和能力 就开始产生分化 对吧 那对个人呢 就更是这样了 对个人有些人觉得 这个房价太高了 觉得我带个三五百万 压力很沉重 他可能意愿就不足 觉得那我还不如 自己潇洒潇洒 过一过 回到个二三千城市 或者怎么样 日子会好很多 他意愿也不强 然后要不就是能力不够 对吧 因为现在房价 比如说上海 这个北京涨到一千多万 首付三百万拿不出来 放在五年前 2015年的 他拿得出来 就是需要一半的首付就可以了 但现在首付要求更高了 所以他能力不足 他也 他也买不到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货币政策的传导 在这个绳子的另一端 需要有 这个居民企业和政府的 强大意愿和能力 但是这里面有分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杠杆 这个债务压力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大家再加杠杆的这种 这种能力就会变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